这是我看过最硬的科幻片之一 500年后 人类移居外太空 却意外制造吃人的丧尸掠夺者 而吊打恶魔的 竟是一位17岁少女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科幻丧尸片 《冲出宁静号》 未来世界 地球人口暴增 资源枯竭 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后来人类找了全新太阳系 数十颗行星 以及数百颗月球 花费几十年时间 人类终于将这里打造成了新地球 星系中心的星球组成了联盟 由星际议会统治管理 然而并非所有星球都愿意加入联盟 一些边陲星球主张独立 为此和联盟展开一场毁灭性大战 最终联盟战胜了独立派 在联盟的管制下 宇宙恢复和平 建立了新的人类秩序 女孩雷福有着不一样的思想 并不接受老师的说教 在她看来 联盟并非代表着正义 控制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 是一种专制 雷福能够心灵感应 因此从小就被联盟拿来做人体试验 这天 哥哥西蒙伪装成工作人员 潜入实验室 救出了饱受痛苦的雷福 但很快被联盟密探发现 雷福曾经见过联盟的高层 担心他读取到联盟重要机密 密探寿命全星系 搜捕雷福的架落 兄妹二人逃离联盟基地后 被船长马尔收留在宁静号战舰上 属于独立派的他 自从战败后便在星系之间做起不能见光的勾当 以此维持生计 这天 他们准备盗取联盟安保集团的金库 为增加胜算 马尔带上了拥有独心能力的雷福 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就在大家准备撤退时 雷福却感应到了危险 原来掠夺者已经杀到 马尔带着船员们赶紧撤退 并吩咐守卫 让其他人躲进金库 飞行艇启动时 一个男人试图搭个顺风车离开 由于装载了财物 飞行艇已经超重 马尔一把将男人推了下去 下一秒 男人便被掠夺者活捉 他们喜欢吃活人 是全宇宙最恐怖的存在 长痛不如短痛 马尔朝着男人开了一枪 帮他彻底解脱 但很快 掠夺者还是追了上来 慌乱中 船员老瞻腿部受伤 整个人掉下飞行艇 他祈求马尔 要是被掠夺者抓住 务必给他一枪 好在危急关头 马尔成功斩荡武器上的绳索 将老瞻拉回飞行艇 随后 负责驾驶的左翼 凭借神级走位 让掠夺者的舰艇撞上了岩石 有了喘息的时间 左翼赶紧联系丈夫卧食 双方完美配合 在掠夺者追上来的最后一刻 成功返回宁静号 得知任务凶险 西蒙很生气 二话不说给了马尔一拳头 一气之下 要带雷弗离开宁静号 最后 马尔决定在下一站 做交易的波特曼星球 将两人丢下 喜欢西蒙的凯莉 虽然恋恋不舍 但只能助他一路平安 就在马尔和双八台兄弟 谈交易时 雷弗被电子屏上的动画吸引 里面发出的潜意识指令 激发了雷弗的条件行为 说出米兰达三个字后 彻底暴走 在酒吧里开始无差别杀人 老詹本想控制住他 结果差点断子绝酸 宛如杀人机器的雷弗 动作干净利落 根本没人拦得住 关键时刻 西蒙出现念出暗语 雷弗这才瘫软在地 陷入昏睡 然而酒吧里的骚动 很快便引起联盟密探的注意 同时 马尔也意识到 雷弗的与众不同 尽管把他留在身边 会引发危机 但马尔最终还是抱起雷弗 返回了宁静号 针对雷弗的去留问题 船员之间产生分歧 老詹认为不该冒险 为了查清真相 左翼建议去找宇宙万世通 观察酒吧录像 万世通读取到了隐藏代码 包含着联盟最高机密 为发现雷弗行踪 联盟故意放出这段代码 好让雷弗失控 担心宁静号已经被联盟盯上 马尔带大家找到好友布克牧师 打算在他的营地赞比风头 第二天 马尔收到伊纳拉的视频来电 两人是老相识 之前还有过情感纠葛 伊纳拉邀请马尔去他家做客 但马尔很快察觉出不对劲 因为正常情况下 两人说不上两句就会吵起来 伊纳拉根本不会这么客气 果然这是密探设下的陷阱 担心伊纳拉有危险 马尔依旧单刀附会 密探威胁他交出雷弗 否则三分钟后 一颗飞弹将会落在宁静号上 结果马尔根本不吃这一套 一听密探没带枪 马尔直接开枪 可惜对方穿了防弹衣 最后在伊纳拉烟雾弹掩护下 两人逃回宁静号 雷弗这边 清醒后的他十分崩溃 不愿当联盟的傀儡 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老詹耿耿于怀 想偷偷驱赶雷弗 不料雷弗早就预感到危险 将老詹打倒在地 前往控制室路上 雷弗遇到西蒙 这回连清歌也没放过 直接打晕 不过雷弗并非暴走 而是要把其他人引到控制室 此时大家才知道 原来米兰达是星球的名字 创文那里环境恶劣 人类无法生存 可要想知道联盟在搞什么鬼 只能从米兰达入手 不过途中 他们要经过一片掠夺者的领地 本来他们还想和牧师商量对策 谁知回到基地 这里已经被联盟清洗 魏也人耳目 船员在宁静号外表涂上红漆 伪装成掠夺者战舰的样子 混入其中 最终有惊无险降落在米兰达 然而这里和传闻中描述的完全不一样 明明很适合人类居住 并且过去是有人住在这里的 只是这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全部平静地死去 紧接着 船员们接收到一股微弱的脉冲性标 根据指示来到实验室 在这里发现了12年前 前联盟科研人员留下的讯息 当时联盟为了让人类能和平共处 让他们在空调里加了普帕西酸盐 用来抑制人们的侵略性 药物很快发挥作用 人们不再争吵 但恐怖的是 人们同时也停止了所有活动 不吃不喝 不再繁衍 直到死去 在这三千万人当中 有一部分人出现了严重反应 变成了吃人的丧尸 这是掠夺者的起源 也是联盟不可告人的秘密 马尔要向全宇宙揭露联盟的罪恶 他让万事通将信息传播出去 不料密探提前一步找到万事通 杀死他后 毁灭了所有通讯设备 随后密探率领联盟战舰 等在宁静号必经之路上 可马尔早就料到 于是在穿越掠夺者领地时 想到了一个险招 故意惊动掠夺者 当密探看到宁静号迎面驶来时 立刻宣布集中火力发射炮弹 可下一秒他惊呆了 跟在宁静号身后的 竟是掠夺者的战舰 联盟策略 立刻从进攻变成防守 联盟与掠夺者开始火拼 眼看联盟处于下风 密探只好独自乘坐飞行艇逃跑 卧时驾驶宁静号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一艘掠夺者战舰怎么也甩不掉 拼尽全力 他将宁静号开向万事通所在的星球 可成功着陆后 却意外被掠夺者的武器击中 当场领了盒饭 强忍着悲痛 马尔带大家赶紧撤退 左翼等人留在门口 对抗追上来的掠夺者 马尔来到万事通的操控室 结果看到他死在机器人女友怀中 不过临死前 他特地录制了一段语音 表示地下室还有一套隐秘的通讯设备 可以把视频发送出去 由于设备设定的比较复杂 马尔还需要摸索一会儿 与此同时 面对外面狂躁不安的掠夺者 大家越对抗 心态越崩 担心胸多吉少 西蒙娥向凯莉吐露心声 一直以来 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妹妹雷福身上 从没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 要是这回大难不死 就和凯莉在一起 听到这 本来沮丧的凯莉 瞬间斗志满满 可没想到 下一秒 凯莉就被掠夺者的毒箭射中 见状 身为医生的西蒙 赶紧去拿医药包 结果直接被子弹击中 倒地不起 至此 大家都不同程度受了伤 见西蒙身受重伤 雷福将杯凤化为力量 将医疗包扔给哥哥 安全门关闭 雷福被掠夺者拖走 马尔这边 没想到密探一路追踪到这里 两人一阵打斗 马尔不敌密探 被对方刺中身上的神经 见马尔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密探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不料马尔是假装的 趁机不备 马尔快准狠制服了密探 他并没有杀死密探 而是将他绑在一边 随后发送了视频 得知联盟秘密的密探 信念彻底崩塌 被掠夺者掳走的雷福 此刻正手挤刀落 没有一个掠夺者能逃得掉 马尔和船员们会合 唯独不见雷福的身影 就在所有人以为雷福凶多吉少时 安全门打开 雷福手持双刀 霸气回归 密探的手下赶到 然而得知联盟真面目的密探 不再助纣为虐 向手下宣布任务到此结束 故事最后 船员们为逝去的人 举办了简单的葬礼 而密探也不再是联盟的清醒 他告诉马尔 揭露真相 给联盟带来不小的打击 但这并不足以颠覆他们的统治 而马尔等人 无疑成为联盟的敌人 对此马尔并不在意 因为他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等待宁静后的 还有全新的旅程 作为美剧萤火虫的衍生电影 实在太硬科幻了 当年电视剧还没播完 就惨遭封杀 纷纷不平的影迷 甚至排队到电视公司门口抗议 尽管电视剧命运无法扭转 却间接促成电影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可能是我看过 中国元素最多的外国科幻片了 主角时不时冒出几句中文 此外 雷福的打戏不算多 但每一幕都极具观赏性 喜欢的宝子们不仅可以看看原片 还可以看看剧集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